这盘棋讲解是1979年全国个人赛 刘大华遇到王家梁 这时候刘大华可以够是镇索其谈 那么对于王家梁 胡荣华还有梁冯来讲 那刘大华是一个处处矛盾的小辈 但是的话他的布局非常好 别人都惹不起 见谁啥谁 太厉害了 那么看一下 开局是中炮 队战拼风马 洪方跳马之后 黑方也是飞向 主要就是避其风马 洪方出去过河 黑方就上马反击 洪方浸泡 看住 准备要吃 那黑方这个棋 如果你不动的话 抓 退 局退回之后呢 你没怕反击 浸泡打你 平局牵制无根 那都不舒服 所以他必须得先冲 抓完之后一踩 希望你打他冲下来 那洪方他拆炮 这边是打势 黑方需要补一个 平局拉住他 照机火飞个向 把租一吃就打你马 那么最上个棋的话 黑方他出局了 红方这个时候他飞向 黑方如果抓的话 他可以浸泡 再把这个租打掉 这样的话你还是受困 将来这个炮子一掌之后 重炮一打 还是不利 那么黑方他就进足 先把这个兵换掉 然后的话 等你要对局的时候 他再抓你一下 你一走 那你就不吃他马了 红方当然是先打势啊 把对方逼退 对方自然是生根 找机会脱身 红方就继续给他换 这个骑冰贵神速 黑方可以考虑 居六平三 看着足 将来屏足拱炮 这马就火了 必要是还可以踩相吃马 怼杀 实战的话他是换掉的 为什么要换呢 因为他感觉这个居足平四之后啊 没用啊 人家这个骑将来浸泡一堵 你再平的话再堵你啊 将来还是要向掉去打马 跑不了呀 所以这条骑关键是拼速度 平三啊 可战 甚至反先 那么平四的话就慢了 那么对调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啊 看似抢了一部先手啊 下一步飞向是要出狙了 但是红方有一个浸泡很有意思啊 你出来之后他仍然堵住你了 将来还是要贯彻 向掉你 把马捉死 所以从这个速度来看啊 黑方不如直接居六平三 所以呢 这个骑对居是一个失算啊 现在这个情况是没办法的 看着抓死马 只好死马当活马一了啊 退回之后呀 抢空头 下一步马骑进六啊 跳进来吃 那红方直接上马堵住啊 你上来也没有路 轻炮打你 所以的话对方决定要把居拿起来 这儿甩过来吃马 点进来吃炮 再抽居啊 此时红方先按进去啊 黑方就出 红方这骑退居后他看住不让你进来 黑方到这儿选择招法是租武精英 准备吃双 如果采租进去抓死了 看住的话进炮也是串死 没办法的 那怎么办呢 红方他进炮啊 这样的话 太山压顶 对方没办法 然后呢他点进来啊 试图将军吃马吃炮 那么这儿的话他上去 顶多让你破个式 没起义 然后的话他居留平七啊 这是一个投身温度啊 红方平居 准备往底点啊 黑方这期他点了一张试探英手 如果下来这个炮平八 你一挡之后炮八平七 这边打着去这边打着马就要狮子了 所以呢避免对方闪击直接上去 反正有炮你也吃不到马 这儿黑方一看骗不到红方 索性就录像啊 继续吃马 黑方则是啊 点去 把对方摁住啊 对方动弹不得 如果你要选择上马 强行隔断去吃 他可以把香踩掉啊 将来打着你 这边还握槽杀着你啊 所以你不敢 对方呢 只能先露像啊 再上马 结果这个棋红方就出来了 那这儿的话 你正常去上啊 人家有一个炮打掉你之后 你还顾不上吃马 因为底线杀棋啊 所以这个棋啊 走的确实是啊 狠啊 未不先知 那么这儿的话 你现在不能上马怎么办呢 黑方决定退一步 等他一下 那这儿的话 红方是直接给踩了 黑方这个时候 他选择的招法是 退居回去想吃马 看着好像这个马也不好逃 结果红方呀 炮二平五 妙树回春啊 可以说是气死回生了 你想吃他的马 根本吃不到 他先杀你 为了解杀 你就能踩 不然炮没了 那么踩完之后继续杀你 那这儿还吃着炮 飞换不可 换完之后啊 非常简明 形成了狙双马 对这儿狙炮 那现在黑方啊 开始的一个反击 准备打狙吃马 那红方自然是先把马跳开 守住不让 到这儿的话 黑方是点姜想吃一个马 红方就飞向 格挡 退居呢 准备去亚马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其实上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可能会有风险 他中间一打就要丢子的 将来你狙马冷招未必杀得过他 所以这个气死是没有把握的 到这吃着你怎么办呢 正常是要连起来 连起来的话 又怕人家进炮去打马 所以他先吃炮 定位一下 对方闪开之后呀 穿姜 如果你上来 他可以进脑下 给你吃一个 退居一支炮 你一瓶啊 再出来 这炮就丢了 将来狙马赢定了 所以他这席就退回啊 索性生根 不被红方利用 但是你退炮之后的话 其实他双马就可以连起来的 因为你没办法这个炮过来串他了 现在这个棋 那黑方赶快就抢兵 因为子儿不够用呀 你不能等着说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红方先进 他这棋也是非常自信 其实的话 这个棋红方正常马子逊四 在马西进五就能上 他可能担心这个上去之后兵丢了 所以不愿意丢这个兵 然后就纠缠 最终黑方决定把马亚吃相 火方落相不给吃 再吃相 这边他决定抢足了 过一个足之后 边足扫掉 吃完之后呢 这边就落相 然后呢 一将 股市 接下来这个棋浸泡 他是要走一个平炮 打门弓把马吃掉 那么开始他就回来踩 那么最终的话 这个棋啊 他走的一个平鞠看住啊 你的压就没啥用了 这儿一压 他飞边向了 平足啊 这里就踩炮了 虽然可以背着马腿啊 但是他这个棋回来又踩鞠了 到这儿对方就闪开啊 那上马再踩炮 走完这步棋之后呀 对方就很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踩完炮之后一破相 那鞠马兵闭上来啊 对方当然可以躲让啊 但是你躲让的话 他这个棋还是可以在抓你 这样的话你还是没有好点位啊 最终的话上马还可以踹你 所以这个棋你确实很尴尬 就算你过来去打鞠 同方可以鞠斗平武破相 黑方这个棋如果吹炮 上马一将出来杀 那就又甩开了 然后这边可以跳一将啊 出来杀 出这边 那么最这样的棋的话 他平鞠抓你一下 你想打相直接看住了 这儿的话你现在没骑走 正常如果进足 他现在有一个狙道底线呀 强行踩相的杀招 就算你看一相那也没用啊 还是虎虎拔牙 那么吃完之后呀 瞬间杀一将 上来之后就侧面虎杀棋了 所以这个棋确实是如入闻之境 没人防守了 玩家人也看守不住啊 只好就认了 这盘棋啊 有大华获胜 这盘棋啊 好 好